接著是2015年,Pair One的第三條題目 這條題目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有一塊叫P,有一塊叫Kill,兩塊接觸的時候 Heat就會由這邊滑過去 你要去理解為什麼有Heat-Throw 有Heat-Throw的理由只有一個 就是這邊的溫度是大一點 這邊的溫度是小一點 也可以解釋為這邊的KE大,這邊的KE小 就是唯有這個的差距 它才會由左邊過的能量去右邊 其實我講法是這麼說的 接下來的樓下就說P must have 一些什麼是高一點的 No.1他說那個Temperature會高一點 這個絕對正確的 No.2他說內能,小心 IE是叫做KE加PE 我就確定它KE大也好 PE它會不會是屬小呢 會不會是小到直接反過來 IE反而是跌穿了 它的內能反而P是小一點 是不知,是 unknown 既然是 unknown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說它一定擁有 Higher的Internal Energy 它的內能會大一點 第三個是最無契的 第三個是說Specific Heat Capacity 中文章叫做比熱用 即是細思值 沒有關係的 大哥 你兩邊跟物料的細思值相同 高溫也會過熱去低溫那邊 所以其實跟細思值 可以說是扯不上任何關係 所以答案就是一only 就是叫做我們的Aapple Aapple